这是柱子加香机 柱子加香机的电源线是带旋钮的 旋钮往右可以调大 那么它的后方是一个电源插孔 前方是左边这个是电源开关 这个是信号接收器遥控开关 遥控用到遥控器的时候使用 按一下关按一下开 这是浓度调节按钮 第一个灯的时候是开60秒停60秒 第二个灯是开150秒停60秒 第三个灯是开300秒停60秒 那么上面有一个有裸孔 可以允许接管子 接上管子之后 可以接到空调或者其他的地方去 那么现在我来给大家操作一下 这个瓶子是怎么的安装 双手握住住身 往右旋 往上拔 这样就拿出了一个瓶子 瓶子拧开 拧开瓶子之后 然后里头有个管子 你后续装油也是这样的 不停 不停 感谢观看